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 大杀于奥尼尔的大儿子谢里夫奥尼尔晒出了一张旧档 内容是自己小时候和山姆斯在球场边的一张合影 在社交媒体上 谢里夫奥尼尔也写道 九年之前 在胡人队的这帮年轻球人中 库兹马和哈特有着非常不错的关系 两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笑激情 今天 库兹马再次晒出了自己和哈特在比赛中的画面 然后写道 我喜欢打这样的比赛 随后哈特回应 是的 先生 就像是孩子在操场上 今天 胡人队阵多伦多猛龙 比赛开始之前 库兹马和哈特分别身穿科比和奥尼尔的球衣进入到了球场 这是要组建新的OK组合 而麦基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一张球鸽和詹姆斯一起 将英格拉姆拉起的画面 然后写道 这些孩子们又回来了 比 赛玉 自从詹姆斯接下加盟之后 胡人队就引进了很多个老将 马上 泰森贤德勒也将加盟这支球队 今天 泰森官方宣布 他们已经和中锋泰森贤德勒达成了卖断协议 澄清期过后 贤德勒就将加盟胡人 而在社交媒体上 泰森也感谢了贤德勒这些年的付出 谢谢你 泰森 感谢你在场上还有场外的领导 胡人今天对阵多伦多猛龙 虽然莱昂纳德没有出战 但胡人队却打得非常艰难 这场比赛的第一截 胡人就是17比42落后 在社交媒体上 露天体育看台也调侃 在魔术师确保了沃顿会继续直交之后 胡人首截17比42落后 猛龙和胡人的比赛 伊巴卡 陆瑞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这场比赛中 瓦兰修纳斯出战17分钟 得到了14分爬篮板 在社交媒体上 有媒体晒出了一张 落月新闻瓦兰修纳斯手指的画面 虽然莱昂纳德无法出战 但今天的比赛 伊巴卡挺身而出 这场比赛中 伊巴卡全场出战29分钟 17投15中 得到了34分10篮板 比赛结束之后 NBA官方也将伊巴卡的表现 评选为了今日NBA的最佳数据 看到伊巴卡如此表现 比赛结束之后 胡人中锋麦基也主动承担责任 在社交媒体上 麦基就写道 17投15中 我的天 这是我的错 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今天的比赛中 麦基全场六投一中 只得到了8分6篮板 二助攻二代吗 今天 胡人对战猛龙 在球场边 詹姆斯也遇到了一位故人 那就是前队友克里斯波什 在社交媒体上 NBA官方也晒出了詹姆斯和波什在球场边的照片 然后写道 纵冠军兄弟秦义 詹姆斯和波什 新萨季开始之后 华盛顿棋台队可能是最让人失望的一支球队 对着尼克斯的比赛之前 他们本赛季一共只取得了一声欺负的表现 不知道看到这样的成绩 沃尔和比尔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好在今天的比赛 棋台终于赢球 球场之外 维斯布鲁克绝对是一个好男人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维少的妻子再次秀恩爱 他晒出了一张全家在一起的照片 然后写道 我宝宝的爱 和微少一样 利拉德也在陪伴家人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开拓者后 利拉德就晒出了儿子 在他身上睡着的画面 不行者后 奥拉迪波 最近遇到了前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社交媒体上 奥拉迪波就晒出了一张两人的合影 然后写道 就是在印第安赖一些四队元素 4号还有第44届美国总统 上场比赛中 公牛输给了火箭 尽管球队输球 但文德尔卡特的表现 还是可圈可点的 全场比赛 他得到了14分13篮板的数据 而火箭后卫克里斯保罗 今天也晒出了一张 和卡特对位的照片 然后写道 欢迎来到联盟 明天 公牛队将前往歌场挑战纽约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公牛官方也晒出了球员 门前往机场的画面 没有比赛的日子 库里过得也是非常流行 昨天 库里前往了波特拉观看 胡游和开拓热的比赛 而今天库里又晒出了一张 妻子阿耶沙的性感照片 然后写道 我说 宝贝 回家的路上 我去一下高尔夫球场 他说 那就是你的损失了 我说 你说的对 新赛季开始之后 国王队的出色表现 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不过 今天的比赛中 他们却惨败给了 尼尼尔沃基雄鹿 这场比赛 雄鹿球星 阿德托昆博 全场出展30分钟 11投8中 得到了26分15篮板11助攻的全面数据 比赛结束之后 阿德托昆博 阿德托昆博也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自己在比赛中的照片 然后写道 今天非常棒的团队胜利 让我们在课场拿下比赛吧 魔术课场爆门战胜了马次 这场比赛 魔术队的西蒙斯也遇到了一些故人 在社交媒体上 有记者就晒出了乔纳斯西蒙斯和马次教练组寒暄的画面 不过这场比赛中西蒙斯表现并不好 全场他出战17分钟 没有得分入战 在这个联盟中 有很多优秀的三人组 今天有媒体就评选出了当今联盟最优秀的三人组合 结果勇士的库里 克莱 杜兰特排名第一 火箭的保罗 阿德 小黑拉排名第二 而欧伦 大图姆 霍福德排名帝 三 大家觉得 当今联盟最强的三人组是谁吗 歌方